这是世上仅有的钻石 一颗就能换北京十套房 一共三颗 第一颗已经被著名的慈生大道偷走了 今天第二颗大钻石要被送往美国的博物馆 不送钻石的是他们的老对手斯坦利 为了防止钻石被偷 斯坦利派人24小时监控小偷老瞎子 但他忘了老瞎子的女朋友也是个小偷 路上一个流浪汉拦住了车 假意擦车逃要小费 斯坦利为了避免麻烦 让手下塞了一块走人 结果流浪汉转身就掏出了智能手机 连接玻璃刷的尾部 体育馆里定人的手下也因为看热闹 让老瞎子逮到机会流了出去 斯坦利收到消息可给气坏了 但好在车已经开到了博物馆门口 手下们都先下车观察四周的安全 就在斯坦利要下车时 他有点慌了 因为车门打不开了 突然车开始发动自动驾驶 斯坦利更慌了 他根本不会玩这辆车 接着车就被开到了一处仓库里 老瞎子和流浪汉再次会合 原来流浪汉就是老瞎子的女友罗拉 老瞎子控制了这辆车 斯坦利当场吓得发抖 朝着前面猛开一枪 却不知这车玻璃竟然是防弹的 老瞎子开始往车里灌油气 打算迷晕斯坦利 却被气息败坏的斯坦利 从通风口一枪打中了肩膀 等警员赶到时 只剩下晕倒的斯坦利 保险箱里的算石也变成了那一块小肺 可把警员们气坏了 而得手后的老瞎子 带着女朋友隐退天堂倒 每天跟不同的人吃大龙虾 顺便干点小生意 就这样 吃了六个月的龙虾 斯坦利终究还是找上了门 上次没能找到证据 抓捕老瞎子 这次第三个钻石 要在附近的一艘游轮上展览 为了防止老瞎子再次偷钻石 斯坦利准备亲自盯住老瞎子 然而老瞎子对此事并不知情 还表示自己已经筋盆洗手 但一根肉骨头扔在面前 哪有狗能不动嘴的 自从知道了这件事 老瞎子天天魂牵梦影 一个没忍住 来到了游轮上欣赏大钻石 但这里的安保更严密 360度无死角前控 密不透风的喉外运动传感器 24小时轮班警卫 还有坚不可摧的巨坛玻璃罩 想要从这里偷走钻石 几乎不可能 老瞎子扭头就走了 回去的路上 他又被当地一个叫罗德的黑老大给带走了 罗德想和他联手偷钻石 并表示自己可以提供游轮上的一切信息 方便他动手 这不是瞧不起我老瞎子吗 他嘴上拒绝了罗德 但当晚老瞎子就只身冒险 装扮成保安 取得了邮轮的结构图 然而在逃跑时 一个黑人女警官就要抓住他了 这时斯坦利赶来 不小心撞了女警官人养马犯 恰好给了他逃跑的机会 但这件事还是被妻子罗拉知道了 罗拉很生气 说好的一起金盆洗手到白头 你却偷偷半了俱乐游 当晚就把老瞎子赶出了家门 无处可去的老瞎子 只能去找斯坦利借宿 却不知太惨了斯坦利 这段时间 斯坦利好不容易和女警员你浓我浓 结果早上一开门看到两个男人 这误会可大了 两人都面临感情危机 为了挽回爱情 老瞎子准备了一场惊喜 他拿出地图转交给了罗德 并告诉他自己的盗窃计划 让罗德自己动手 然后对妻子表决心 自己绝不去偷钻石 难道老瞎子真的要放弃大钻石了 谁都不知道 此时他谋划了更大的计划 他筹备了一场海底寻宝计划 带上妻子罗拉斯坦利和女警员一起 在海底 他们开始分头行动 另一边 邮轮的监控室里发现了正在安装炸弹的小偷 所有保安赶往了储藏间 拉开小偷的面罩 是罗德的手下 他按照老瞎子的计划 剪断了控制监控的红线 却被告知 红线只是按摩浴的供暖线 这才知道自己被老瞎子坑了 这个计划根本行不通 而此时老瞎子已经出现在展览室的天花板上 实施真正的计划 他拿出一个探头穿过层层红外线 放置在玻璃罩上 滴下溶解液体 轻松融化了聚碳玻璃 这时妻子发现了不对 他搬开面前的男人 根本不是老瞎子 但他并没有拆穿 原来潜水不过是老瞎子 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据的理由 他早早找来了替身 在潜水时 自己则溜上轮船实施计划 船上老瞎子利用工具 轻松抓起钻石 成功得手 船上的保安看到溜走的钻石 才知道 这是调谷离山之计 等他们赶到 老瞎子早已逃之夭夭 上岸后 女警员就接到了钻石被偷的电话 他们怀疑是老瞎子偷的 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实施抓捕 自己反倒成了 这名老瞎子清白的人证 只能兴兴而归 只有罗拉知道 钻石就是丈夫偷的 回去后他们就大吵了一架 就在罗拉打算离开时 罗德气急败坏地闯了进来 劫持了罗拉 让老瞎子搅出钻石 好在斯坦利及时赶到救下了两人 写了封情书买了个钻戒 就哄好了老婆 等一位故事就这样 原本结束了 没想到不久后 斯坦利又找上了门 并得意地炫耀了自己的计谋 早在老瞎子抢走第二颗钻石后 斯坦利就被革职了 于是他也开始打起了钻石的主意 但苦于没有技术 他只能故意透露消息给老瞎子 让老瞎子来偷 又撤到老瞎子得手后 不会立刻把钻石放到身上 便日夜监控老瞎子 果然发现了钻石的藏身地 等老瞎子得手后 在不费吹灰之力掏走钻石 好一招堂王不缠 黄雀在后 得意的斯坦利在去往机场的路上 正盘算着一两亿的棋牌甲 弹出钻石 结果故事再次重演 继续 继续